投资策略 疫情后全球发展动向 历史上所有经济危机都会造成长期影响 例如这次全球新冠疫情将会对消费者、市场和经济造成深远影响 疫情已经发生了几个月 企业适时后要为下个经济周期做好准备 清除当中的结构性转变 已成为未来赢家 对许多企业来说 减少派息、减少股份回购、调节资本支出和从投资者筹资都是可行措施 随着一些财政状况建加的企业难以恢复 我们预计受疫情严重影响的航空、能源、零售商场、汽车、酒店 本期线下休闲公司将会面临整合级重组 疫情爆发使得远程办公普及 在线交流不可或缺 这将加快线下转线上的趋势 并使远程办公成为大趋势 云数据商业模式和中心、电子商务、数码娱乐和电子医疗等行业也同时崛起 债务更高和长期低息 由于疫情爆发 我们看到各国政府都采取了规模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 各国政府在医疗预算及应对疫情影响的支出庞大 长期来看 这将会大大增加债务水平 加重国家预算压力 导致财政赤字更高 税率也面临上行压力 总结 展望未来 我们预测主要央行会维持低息 以支持疫情过后的经济复苏 并避免陷入低通胀陷阱 就此 我们预料 投资者会积极图立 成为未来推动市场的重要因素 因此 我们对新兴市场高收益债券会长远看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了若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